想继续做我们一班的老师 必须通过我们的面试 没错 我们要选出最中心的老师 还有对我们太好的老师 没错 那我们就请出第一位面试者 王大巴老师 三位面试官 你们好 我是你们原来的班主任 王老师 现在我开始我的自我介绍 停 不用介绍了王老师 那我还没开始就被投胎 面试成绩配夹 恭喜王老师 你可以继续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了 可是我 王老师的教学成果 大家有目共睹 妥妥的全校第一 教学能力 我们 对我们也很好 亲爱的 没错 王老师你的能力非常优秀 所以你不要面试了 直接回去了 太感动了 平时过了一半听你们 谢谢三位面试官 下一位面试者 说五口主任 三位面试官好 我来面试你们一般的数学老师 试取让本主任通过 乖乖 主任怎么一来就这么嚣张啊 而且他平时还老无人不得罚我嘛 我可不想打算我们的数学老师 而且他的教训能力也未必有照我少 你们分析的都有道理 但是公平期间 我们还是得先练习一下主任 我们三个在说什么悄悄话 太开始了 孙主任 我考你一大数学体验 小红有三只鸡 小明有五只鸡 请问 肯定是想到我两个人加起来有多少只鸡 太近了 他们的鸡 加起来能做几个全家桶 什么啊 能做出几个全家桶 我怎么知道啊 能不能吃点正常的糖果啊 那我问的正常面 来吧 只要是正常的数学 我都能够压出来 设计直径为0.5米的圆柱浮筒垂直的置于水中 将它稍向下压后突然放开 若浮筒在水中上下振动一次的装机是0秒 试问该浮筒的质量 这太难了吧 我不会 主任 你连我陪随练锁的鸡都打不上来 换做是赵老师 两分钟就给你出来 什么意思啊 敢质疑本主任的教学能力 信不信 我跟你教下来啊 嗯 孙主任 你总是威胁恐吓学生 就能够 喂 面试场地 逼连 很遗憾 孙悟空主任 你不能成为我们一般的数学老师 哼 不得你不得 什么破面试 下一位面试者 你看我 什么 我妈 她来面试什么老师 看这条上 她想面试的是第一位老师 我看这三位面试者很好 你瞧 妈妈来了 妈妈 你来面试音乐老师干嘛 那一位必须是一位我唱歌好听的 妈妈 妈阿姨 您能为我们唱一段吗 当然没问题了 你 再见了 妈妈 今晚我就饶了哈 别忘了我 妈妈 你 我好快 你怎么会这么讲 你是吗 嘿 妈妈 妈妈 你要再唱 我今晚就要真的饶了 救命啊 雨桥妈妈唱功 跟雨桥一样 没有力气 是在丢装 阿姨 恐怕 你不太适合做我们的雨桥老师 成绩 阿姨抱歉 你们都选上咯 是 哎 那我可以做你们的饭堂厨师呢 别 奇怪 这怎么也不行 我做饭多好吃啊 简直 就是人烟美味 老粉们都知道 你们说是不是 对不起 再见 再见